在国际外交现实上关注 为什么现在说阿根廷跟西班牙 好像触及了断交边缘 阿根廷的总统在去年底就任 米雷伊出访西班牙三天 他拒绝会西班牙国王和总理 还在极右派的大会上 讽刺西班牙总理夫人涉滩 这引爆了外交危机 西班牙政府警告 如果这位阿根廷总统不公开道歉 不排除断交 而事实上这位总统上台以来 例行准节 因为要遏制恶性的通膨 他最新的做法是 调整首都的地铁票价 一次涨了360% 而且是今年才5月份第三次涨价 一上台就受到现场近一万一千人 起立鼓掌欢迎的阿根廷总统米雷伊 他不远千里来到马德里 参加西班牙极右派政党民生党 举办的大会 一开场他高唱 阿根廷摇滚乐团的歌曲 并改编歌词 讽刺左派 台下西班牙极右派的支持者 对米雷伊的演说报以热烈掌声 不过下面这句话可惹怒西班牙政府 尽管没有点名 米雷伊口中的女人 指的就是西班牙总理桑杰氏的太太 西班牙法院上个月中 对他展开贪污调查 西班牙总理一度暂停所有公务 表示需要停下来思考 但最终宣布留任 但米雷伊此话已引发西班牙政府不满 周一外长立刻召阿根廷大使抗议 并警告如果米雷伊不公开道歉 西班牙不排除断交 米雷伊三天的西班牙行充满争议 出发前就说西班牙左翼的社会劳工党政府 为西班牙带来贫穷和死亡 去年12月才上任的他 也违反外交礼节 拒绝会见西班牙国王和总理 选择去参加极右派大会 和宣传自己的新书 事后他的发言人也强硬表示 米雷伊不会道歉 还要西班牙未侮辱米雷伊致歉 有阿根廷川普支撑的米雷伊出身经济学家 个人风格鲜明 他主张无政府资本主义 用激进政策让阿根廷砍掉重裂 好让泄入恶性通膨的经济起死回生 上周五他的准节休克疗法 推出最大幅价格调涨 首都布营诺斯艾利斯的地铁票价 突然上调百分之三百六 大众交通运输价格 在社会不平等的拉丁美洲 一向是敏感议题 现在票价一系从一百二十五批索 暴涨三倍多到五百七十四批索 和台币约二十一块钱 是今年第三次涨价 为了重建阿根廷的信用评级 米雷伊大坎国有企业补贴等公共支出 不过他放宽管制和紧缩的措施 短期内推升了通膨 现在年增率达百分之两百八十九 是世界上最高之一 再加上经济陷入衰退 阿根廷市井小民的生活更加困难 不过米雷伊激进的改革 或许开始奏效 四月通货膨胀减到个位数 月增率百分之八点八 是半年来首见 低于三月的百分之十一 也远低于去年十二月高峰的百分之二十五 准结政策上路以来 阿根廷罢工抗议不断 周末地方警察 教师和医护人员 走上街头要求加薪 因为几乎所有东西价格都飞涨 让家庭荷包更瘦 不过IMF国际货币基金和市场观察家 倒是给予肯定 阿根廷政府已连续四个月财政盈余 TV新闻的众讨讨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